有一天,我看见了44次日落 你知道吗,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 在你看了44次日落那天,你很难过吗 我很幸福 我们现在到了翡翠湖,这是大彩蛋的翡翠湖 现在是19点多了 但是这里阳光明媚呢 人还很多,我们现在看起来游人非常多 刚刚进景区的翡翠湖,并没有看到翡翠的颜色 然后阳光,现在夕阳照在这个湖面上,蛮漂亮的 现在的翡翠湖,还是不收门票的 然后,还有小火车 怎么样,这样大家能看到了吧 太阳现在应该要快下山了 一会儿我们就看到,渔灰一下的翡翠湖是什么样的 当年没有做景区之前,大彩蛋化工厂,盐湖采矿区 应该是热火朝天的采矿的这个景象 今天采矿工人们打造了一个人工的翡翠湖 这个景观,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由于这个翡翠湖是大彩蛋化工厂盐湖采矿区 所以当天采矿的时候,它是有很多的采矿坑 每一个小小的湖都可能是不同的颜色 这样的话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大彩蛋的翡翠湖和查卡仁湖的名气比起来小很多 但是这里依然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现在到了湖边 用镜头看一下我们脚下踩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全是岩 哇 好漂亮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多少?几点? 8点25 8点25 阳光还这么大 这就是路日 快转转 来 这 快转转 来 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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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洋的余晖真是漂亮 我们现在在大西北 大西北给我们原来的艳香就是 蒼茫 广阔 但也有这么美的景色 那若是余晖下走过的人们都更显眼的 特别漂亮 对 我时常会想 如果我们不出来旅行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些景色吗 我们在这么个地方 也几个脸 玫瑶 駅 为我们让你把脸面测 水 入口 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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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梦幻仙境不只存在于漫画书中 如果我不走出去 原以为身旁的生活就是全世界 我今天仍然会感谢自己当年的决定 带着心爱的家人漫游于大前世界 现在的生活就是我当初要的幸福 我们就是您身边那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家 不为所谓的世俗成功而活 而是要安稳踏实的幸福 我们的藏子旅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启西北行 努力带给你好看的视频 你一定继续观看哦 这就是福旺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长恩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